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1月26日 NBA常规赛迎来一场焦点对决 勇时坐镇主场迎战国王 由于之前助教米洛叶为期离世 勇时推迟了好几场比赛 加上他们原本前半段赛程就不算密集 这给接下来他们的作战带来很大压力 昨天刚打完老鹰 今天继续打国王 就在本场比赛前 NBA官方公布了本赛季印第安纳全明星首发 压力山大凭借媒体票加球员票群为西部后场第一 成功压哨几道库里 进入西部全明星先发阵容 而库里很尴尬的是 粉丝投票他能排名第二 但球员投票排名第三 媒体投票仅拿到四票 简单来说 本赛季库里带队成绩 无法让媒体满意 勇时此战绩为19胜22辅排名西部第12 在过去四场比赛中 库明家场决24分7篮板 上一场更是打出11中11轰下25分的壮举 成为NBA历史最年轻11投拳中拿到25家的球员 而勇士其他球员的全明星挑选 保罗排名西部后场第35位 韦晋斯排名西部前场第30位 格林排名西部前场第20位 而国王战绩为24胜18负 排名西部第7 球队两大核心 萨伯尼斯最终排名西部前场第9 福克斯排名西部后场第7 这基本是正常排名 毕竟从球迷到媒体 国王获得的关注度并不高 本场勇士手发不变 库里加克莱加维金斯加萨里奇加卢尼 国王手发 福克斯加徐尔特加巴恩斯加穆雷加萨布尼斯 落选全明星手发 库里赛前训练明显就落寞不少 而比赛开打后 库里就爆发 晃台福克斯轰进三分球 徐尔特和巴恩斯下起三分与回应 萨里奇内外开花咬住比分 克莱真是一个都防不住 福克斯稍稍加速就甩开轻松上篮 国王拉开分差后 维金斯造杀伤止血 还是库里 扛着福克斯完成二加一 中断库里续上三分球 和格林的掩护挡拆 包括和库明加的手递手 库里连续下起三分雨 随后科尔大手一挥 三后位摆上 波姐加约瑟夫加格林 给库里配了三个传球人 传切大法圆满了 而国王依靠米切尔和莱尔斯外线发炮 库明加爆扣止血 第一阶打完 勇士32比40落后国王 库里独坎18分 第二阶回来 克莱终于三分开张 波姐姆斯既精彩的拉杆上蓝打近后 库明加续上三分 随后复古流打法 转身后仰飘逸跳投 勇士一波流追到直差两分 关键时刻巴恩斯开始军训克莱 克莱紧跟着造三分犯规反超比分 中断米切尔和徐尔特下起三分雨 萨伯尼斯起到勇士内线单手劈扣 萨里奇关键三分直屑 后半段萨里奇续向三分球 福克斯和巴恩斯内外开花 优势库明加强引攻矿稳定节奏 节目追梦格林两发全中 半场结束时 勇士72比75落后国王 第二阶库里没有得分 库明加半场14分 萨里奇半场14分 国王这边巴恩斯20分 福克斯16分5助攻 下半场开打 克莱完成三加一 福克斯和莫雷轮番偷袭篮下 库里反击一条龙打尽 福克斯又内外开花联和巴恩斯打听勇士 国王拉开分差后 还是维金斯抛头止血 此后克莱和库里连续跳投 维金斯和波杰姆斯机外线发炮 勇士抹拼分差 后半段小萨伯尼斯续上三分 勇士进攻压火 还是空明加三分破晃 节目巴恩斯单吃克莱 随后底角再动三分球 三节打完 国王104比101领先勇士 巴恩斯前三节已经拿到32分 勇士不能和国王打对攻 三后位太吃亏了 防守盾一个都对不上 自己还扔不进去 B4接决战 库明加顶开防守人强势暴扣 约瑟夫命中三分球 克莱无球被吹进攻犯规 随后还嚣张挑衅裁判 吃到计犯 不过克莱随即抢断反击自我救赎 中断巴恩斯和木雷继续下三分语 萨里奇命中三分 库明加强硬对抗小萨 后仰跳投2加1 真像小卡呀 决胜时刻 勇士刚追到只差一分 福克斯两季不讲理三分球按住 库明加打三分成功 库里续命三分 最后两分钟 国王拉开五分分叉 双酷组合连坠六分反超 萨伯尼斯关键爆扣 库明加上篮被巴恩斯冒掉 徐埃特两发不中给机会 但勇士最后一攻 科尔也没叫暂停 库里运球直接掉球 知名失误葬送好局 最终勇士133比134C败国王 三后勇士主帅科尔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本场比赛最后一回合 勇士没有选择叫暂停 库里运球失误 球队最终失利 当被记者问到最后时刻 为何不叫暂停时 科尔说道 我信任这些家伙 他们已经在一起很长时间了 我真的更喜欢 比赛最后时刻的混乱局面 那时防守方不能设定战术 或者进行换人 今晚这样的结局 就是那种让你夜不能寐的情况 本场比赛 伟基斯本场状态回忧 他全场出战30分54秒 巴头6中3分3中2 罚球4中3 拿下17分4 篮板4助攻 出现两次失误 正复制复4 周越市维基斯连续三场比赛 得分上双 本赛季至今 他的场均得分 仅为11.9分 而克莱出战31分中 投篮14中5 3分7中2 罚球4中4 得到16分1篮板 1主攻1 抢断1盖茂 进攻端真的是打不动了 防守端还被巴恩斯打爆 而库里26中13 其中3分14中6 砍下33分6板2助攻 最后时刻手握绝杀机会 但是在双刃包夹下运球失误 没能出手 一言难尽 本赛季已经出现太多这样的画面了 自从普尔走了之后 库里都快成普尔了 丢掉全明星首发也无话可说 奉劝大家平常心对待吧 这个赛季压力山大表现太好了 再加上东泄气稳定的表现 库里落选首发又在清理之中 库里落选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点是个人表现下滑 35岁的他本赛季各项数据下滑 他场均得到26.7分4.2篮板5.0 助攻0.8抢断 投篮命中率44.6% 三分命中率40.1% 场均投进4.5个三分球 把球命中率92.6% 作为对比 上赛季库里场均得到29.4分 6.1篮板6.3助攻0.9抢断 投篮命中率49.3% 三分命中率42.7% 场均投进4.9个三分球 发球命中率91.5% 也就是说 这个赛季库里得分 篮板 助攻 强断 三分命中数 投篮命中率和三分命中率都下滑了 只有发球命中率上升了 为何库里的数据会下滑 一方面是年龄的关系 篮球运动员在30岁过后 运动能力难免会出现下滑 尤其35岁像是一道坎 大多数球员迈进35岁之后 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滑 另外一个方面是勇士球员构造所致 勇士这个赛季引进了保罗 削弱了库里的一线球权 他的数据下降在所难免 此外 勇士这个赛季对内氛围不佳 维金斯状态低迷 追摸惹是生非被禁赛 库里的心气没有那么足了 这也影响了他的个人发挥 库里落选的第二个原因是勇士战绩前加 勇士目前战绩只排名西部第12名 严富加赛区都没进 这严重影响媒体打分 球迷和球员相对比较给库里面子 他的球迷票选排名第二 球员票选第三 但是媒体票选只排名第四 球队战绩是重要影响因素 在西部后产的媒体票选中 亚历山大第一 勇谢奇第二 爱德华兹第三 显然 爱德华兹在媒体票选中得到高分 与森林郎长期霸占西部第一有关 库里落选的第三个原因就是竞争对手太强了 亚历山大拿到首发可以说是无可争议 他在球迷票选位居第三 但是球员和媒体票选都拿到第一 本赛季亚历山大场均得到31.1分 5.6篮板6.4助攻2.3抢断 得分联盟第四 抢断联盟第一 在他的率领下 雷霆实现了复兴 战绩稳居西部前二 近期的战绩和森林郎交替排名西部第一 东谢奇的表现太稳了 场均得到33.6分 8.5篮板9.3助攻 得分联盟第二 助攻联盟第三 都兴侠战绩长期位居西部前六 只是最近下滑了一些 所以他拿到一个首发位置也没有任何问题 库里落选首发的第四个原因是 他影响力还做不到 让大多数投票者可以稍微忽略他的表现 凭借影响力给他投票 客观来说 詹姆斯本赛季也出现了不小的下滑 湖人的战绩也很糟糕 但是詹姆斯仍然能获得西部一个首发位置 詹姆斯仍然是西部票王 库里在西部后卫的球迷票选中指排名第二 落后东谢奇 库里的威望和影响力和老瞻相比 确实有一定的差距 尽管他也拿了四个冠军 也是双两MVP 还是历史三分王 无缘全明性首发 揭示了勇士的一个现实问题 勇士管理层曾表态 不会想辜负库里的巅峰期 会努力在库里的夺冠窗口 及冲击冠军 但是说出这番话的总经理 鲍勃迈尔斯已经离开了 新任总经理小邓立维挖来了保罗 却造成了如今的局面 或许库里心里也会深深感到无奈 无缘全明性首发 只是库里这个赛季磨难的一个缩影 当然 库里还有很大的机会 以替补身份入选全明星赛 这对于喜爱他的人来说会是一个安慰 另外本场库明佳继续出色发挥 替补出战30分钟 投篮19中12 3分球4中2 8球6中5 拿到31分3篮板3助攻2抢断的数据 争复之加16 这是库明佳连续第五场拿下20加 创造了个人生涯最长记录 另外在最近的五场比赛中 库明佳场均出战28.4分钟 能得到25.6分6.2篮板 三项命中率分别为65% 56%和81% 荆州下一个十年 真就看他了